请订阅7月6日星期五的FinanceOmarked 今天我和Oto主持 早晨 来看看昨天的外围股市表现 昨天美股三大指数仍价 介乎0.75%至1.12% 欧股普遍上涨 但A股继续弱 不知是什么原因 国内将2636的低位作为地球底 一定会有反弹 但现在包括人民币汇率 似乎穿的机率比较大 代表大家有些忧心 尤其是关税正式生效日 对国内压力是否更严重 本来大家都觉得国内不算是工业 成份股应该不是太工业 因为製造业起飞时 股市不是太受惠 反而现在很多资金紧促 都令到国内股市压力较大 国内很多公司 由于美金升值 很多上市公司用美元做贷款 会否导致债务增加 亦会增加国内股市压力较大 我记得港股早前那波环球大胆上涨 我们就是欠人口水尾 现在跌下来2万8000 我们看A股表现 跟港股斗弱 香港也算是好些 起码我们亦欠天资不太远 但如果计算中国那边 它已经跌了一半有多 我们也算是贴着高 因为最高6100 不要说上市5100 所以相比之下 国内在投资环境上 事实上是受制于人 这事实上是比较大的问题 看看会否带回资金来港股 刚才你提到贸易战的问题 我记得几日之前跟你说过 特朗普曾经报梦 欧盟迟早会跟我谈汽车关税的问题 最新又有消息出来了 有媒体说美方指 如果欧洲肯撤退对美国汽车关税 作为交换 特朗普也会撤退欧民汽车关税 在这事中大家会留意到 特朗普做事的风格 有很大的差异 他跟官方沟通相当困难 他跟一些私人企业的沟通方法 尤其是一些企业老板 同声同气 整个有关会否出现了汽车贸易战 你发现欧洲方面的大厂是相当近 当然亦可说他们是首当其冲 因为美国的一些汽车针对性 都是欧洲的大汽车厂 所以这次反而是几个德国大行 就自己走去 希望好像滑船那样的感觉 有很多人导致他容易跟特朗普直接沟通 大家都有钱人在某些地方 可能会见到面 或者就算打个电话 可能都会直接找到 所以在这两天 其实欧洲方面的汽车厂 你发现他们是比较大动作 希望在他们未推出这些 真是针锋相对的汽车关税之前 就能够解决到一个未来的 希望可以免关税 还有点要大家留意 其实我们看回欧洲汽车厂 比较讽刺的地方 其实汽车这一件事 大家知道在80年代开始 美国和日本已打了相当长时间 但由于全球化的问题 你发现汽车生产已变成全球产业 即是内部已经不能说 哪些车是全属美国制造 哪些车是全属兜割造 哪些车是全属日本制造 你发现很多都会变成在地生产 因为在运输上的问题 大家知道原辆车运输 可能会比较费时失蚀 而且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会知道 美国如果真的这样做 是否真的会完全得益到 日后收汽车关税 会否真的得益到本地车厂 或是否反过来 你的零件或其他配套设施 会受到更大的障碍 因为美国有一个事 大家知道 到现在要打运动战 其实美国在制造成本方面 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但问题是没有人肯来你这边做 因为工会压力大 可能我请你一个人 只有五到十多人 你便会说我不对不起 政府规定有十人以上可以组织工会 所以才会令到很多工厂 即使想搬回美国 选址很容易 但要经过所有法律相对较大困难 如果在未发生汽车关税 战之前能够解决这件事 相信对大家都有好处 大陆的德国汽车 很多都在美国或墨西哥选择 如果它移动 可能会证明会影响美国 已经有很多本土供应商 即可受影响 这两天特朗普应该要去欧洲 没有访问之余 也要开大西洋工业组织会议 会否顺道 希望不要去到那边又大家面阻礼 不要去到之前 大家面黑 G7开完之后 看看有多少图文全真 让大家看到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是每个国家的元首都拍张照 告诉你 特朗普坐在那里 每个都在围着你们 当然 在特朗普角度来说 或是哪个国家的报社去报道 如果你是美国人的报道 你会觉得我是皇帝 因为你全部都要和我汇报 我就叉着腰听你去说 如果今次又出现了类似的东西 可能一去到 大家就不会谈到大家想谈的 外交甚至国防安全问题 反而又走到贸易那边 可能是特意放声气 希望大家在这个会上能够进一步做新的沟通 不至于G7 因为欧盟应该是不射你 但问题是 你觉得未出牌之前 欧洲或其他与美国有一个贸易糾纷的国家 似乎他们的底气没不足 现在大部分东西都可以说我驾到主导权 其实这个汽车的贸易战 我就这样很表面地看 美国其实没什么好处 首先它的汽车出口不及德国的三分之一 其实欧洲或亚洲国家很少买美国车 本土的老板都不会买美国车 除了金刚国家的宣布同之外 因为美国比较多大排量的车 如果说我很希望踩一脚下去 可能你会听到美国有很多这些 但在内部的舒适度 你发觉美国在这方面是没什么紧张 外形是没有设计外形 日本车可以借助便宜或舒适感 比大家会比较方便 但当然是外国人 所以大家会知道 其实美国的汽车竞争力是否出现了问题 本土的品货是否出现了 本土的款式不是转很多 很多美国电影都是用舊的美国车来拍给大家看 或是改装给大家看 但始终看新款的东西可能美国的VB不是太高 欧洲人也不会铸美国车 在复苏法力时不希望打贸易战 美国的本土老板都说 没有Benz 没有Audi 没有宝马 坐什么 这件事真是 你真是想不到 高级品牌 美国未有匹配的品牌去竞争 美国又看本土的重要消息 美联储有6月会议记录 重新会循序漸进加息 不过他很担心贸易风险 大家看到联储的加息步伐 最主要会针对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胀问题 何时会提到对贸易风险担忧 反而今次会提出 6月加息时没有提及 现在新联储局主席 似乎不像我们看到耶铃那样 我觉得他没有宙传 因为联储局主席要前瞻性高 尤其是新联储局主席 我不会说他没有前瞻性 但起码他不会再找到 未来美国最担心影响经济的命脈 上台后仍然在用 旧有联储局的方法加息 控制风险 另外看着就业市场 但没有想过其他方面的消费 如何刺激 或是国内有没有其他经济隐忧 而且在贸易方面 隐忧 现在才说 其实在年初 甚至乎特朗普上台时 已经慢慢推出了很多 改变了国内的所谓消费格局 甚至乎人口结构 都会因为外劳越来越减少 而令到更多紧张 即是因为特朗普请你 你可能不敢反对总统的一些意义 所以他说话比较着意地 比较淡化 还是担忧 不会觉得未来有重大危机 还是他手上掌握的数据 反映贸易战已经开始 令美国有伤 希望是 不然我真的觉得天没眼 无论是游戏规则 听到今星期 大家主导会说 美国可能连WTO也想反映 但这些制度是理定的 虽然有其他国家三语 可能现在已经停滞不前 甚至WTO或联合国 好像现在已经没有当日成立的最终目的 你发现每次说贸易糾纷 都不会是WTO先来调停 全部都是你自己先拗 如果有什么事你先去那边投诉 但投诉可能要等几年才有结果 所以对现在所搞的贸易糾纷 是完全没有办法 刚才说到数据 大家都知道今晚会有飞龙 小飞龙6月ADP就业表现 数据是17万7 就低于预期的19万 有些报道说是因为招不上人 这很麻烦 大家要留意 因为现在失业率已经相当好 但每次浪费率 通常都是比ADP低 很多次都是你发现ADP去到30万 你才有机会浪费率去到20万流畅 但今次既然ADP相当低 如果17万算少 因为就职人士 是否因为招不上人才有这样的情况 反过来美国都有公种缺乏问题 转型方面是否就业机会比以往其他人 或其他在任的总统会离得比较多 看回数据不太好 会令到今晚的数据有点 本来我们也想着 何时美国会再炒 美国的加息预期 我都说9月会比较奠定到数据 美国何时会加息 何时炒 会否借助就业数据 似乎今晚未必得 小米下星期一正式挂牌 现在市传暗盘价比法行价更低 1成 9.4% 你有入票吗 昨天Paul也有提及 小米事实上 今次上市好像有很多 你不想不行 但股价有很多压力 可能是时机不适合 其实时机不适合 大市表现是弱的 不是因为你要来上市 可能港交所不用改例 为何今次港交所是自己捉从 所以便说是假斗 完结前我们看看今晚有何重要数据 除了刚才提及的6月飞龙就业数据外 今晚同时会有失业率 和工资给的数据 和5月的贸易账 这两天的市场 汇市的波动不大 似乎大家都在等待 以往发觉 人们会炒定数据 但发觉不会 所以今晚的数据 可能会令市场有新的方向出现 不能说是一定升或一定跌 但起码市场似乎在等待消息推动 记得留意今晚的飞龙数据 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个交易日 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收看 拜拜